大家应该都听过澳洲雪莉歌剧院 埃及吉萨大金字塔 或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吧 但除非你去过这些地方 不然你很难想象 这些著名的地标到底是有多大 让我们将它们与电视上 或现实中看过的东西 来进行个比较吧 量生活向你隆重具现 这些巨大的对比建物 来听听我的解说吧 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大约83年前 这著名的地标首度登上世界舞台 金门大桥连接着旧金山市和马林郡 并被漆成国际局的颜色 这座建物本身非常巨大 整座桥重达200万只中型美洲野牛 或者是12万7千头非洲大象 而非洲大象可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动物呢 这么多的大象会有多少便便啊 别忘了带铲子哦 中国的万里长城 这座巨大建筑的某些部分 在西元前七世纪就已经存在了 如果你将整座长城拉直的话 它大概就垮了 不过其长度却能延伸至地球一半以上 想象一下 如果你决定用世界最长的蛇 来测量长城的总长度 那你将需要200万条蟒蛇接在一块 嘿 它们只是想抱抱你 法国巴黎的爱菲尔铁塔 这座著名的高塔是作为1889年世博会的入口而新建的 原本只打算保留20年 幸运的是爱菲尔铁塔变得很受欢迎 因此并没有被拆除 爱菲尔铁塔是非常重的哦 重量大概等同于200万只体型正常的家猫 或者是1.45万头成年乳牛 猫咪喜欢牛奶 所以没问题 美国纽约的帝国大厦 当初建造这栋著名的摩天大楼 只用了一年又45天 盖好后 这栋建筑在接下来的40年内 一直保持着世界最高大楼的头衔 也难怪 帝国大厦的高度是吉萨大金字塔的三倍 如果用老虎来测量大楼重量的话 大概是150万头成年熊虎 如果用熊猫来测量的话 则需要更多 需要250万只这种可爱的小动物 印度阿格拉的太极马哈林 从来没有人测量过这座象牙白的大理石林墓 太极马哈林也被认定是新的七大世界奇观之一 但可以想象的是 太极马哈林中一块大理石就重达120头成年熊狼的重量 那整座林寝的重量肯定十分巨大 建物的高度也有13头长颈鹿那么高 等等 这是长颈鹿马戏团了吧 西班牙巴塞隆纳的圣家堂 当圣家堂终于盖好时 已经盖了一个多世纪了 它花的建造时间已经比吉萨大金字塔还要长了七倍以上 在最高的尖顶盖好后 教堂的长度高达六头蓝金 这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 或大概是九头大型金沙 真是惊大欢喜 澳洲的雪梨歌剧院 雪梨歌剧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之一 建造成本将近6800万美金 远远超出最初的估算成本 这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 中大34万只大型成年北极熊 或将近50万只灰熊 哇 这么多熊真是让人受不了啊 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 前往米兰的观光客中 超过80%的游客 都会来参观这座主教座堂 每年参观的总人数超过600万人 这栋歌德式的大教堂 装饰着135座滴水兽 3400座雕像和700幅画座 它的重量与130万头大型熊狮 或650万头中型的豹一样重 看到斑点了吗 比萨斜塔 我是指意大利比萨 建造这座优雅的建筑 共花了两个世纪的时间 比萨斜塔本来不应该是斜的 是因为一些错误的设计 例如地基太浅 和比萨的软土地面所导致 该塔的重量与14500头成年骆驼相当 高度与21只鸵鸟 也就是地球上最高的鸟类差不多高 说到骆驼 这样算一个驼峰还是两个驼峰呢 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 自由女神像是由法国雕刻家设计的 在法国完成后才装箱送到纽约 然后再次组装立在当时的贝德罗岛上 自由女神像的重量是成年雄性河马的60倍 河马甚至连灯也不会拿 如果你将50只鸵鹿叠在一块 刚好是雕像从火炬尖端到底部地基的高度 阿联杜拜的哈里发塔 哈里发塔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 塔中有超过160层 是世界上拥有楼层最多的建筑 对了 这栋令人赞叹的建筑还拥有无数种记录呢 它的电梯移动的距离是世界最长的 大楼的室外景观台也是地球上最高的 世界上居住的最高楼层也在哈里发塔 要盖出另一座哈里发塔 你会需要大概136条成年万鳄 体型最长的鳄鱼 不过这些鳄鱼并不是优秀的建筑师 在哈里发塔挤满人之前 这座建筑就有30万头成年犀牛那么重了 犀牛来过之后 你愿意帮忙清理一下吗 在留言中告诉我吧 埃及吉萨大金字塔 吉萨大金字塔是世界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由超过200万块石砖组成 每块石砖重达2到15公顿 你可以想象整座金字塔会有多重 如果我们把它的重量和最重的生物 蓝金来进行比较的话 大概要3万只这种雄伟的动物才会和金字塔一样重 不过我不觉得金鱼愿意来这里挖沙子就是了 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 这座著名的地标得名于1867年 但即使过了几十年 它的其他称号还是很响亮 像是东河大选索桥 东河大桥 甚至是纽约与布鲁克林大桥 该桥与9万5千头熊鹿 或5万8千只加勒巴格象龟一样重 哼 龟鹿赛跑 一个快一个慢 英国伦敦的大笨钟 多数人倾向用这个名字来称呼那个著名的石钟和钟楼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大笨钟其实是主钟的外号 该钟的正式名称为大钟 会这样叫是有原因的 这个大钟比三头成年非洲象还要重 整个钟楼和32只叠在一起的雄性棕熊一样高 对 大笨钟棕熊骑着三只不相关的大象 你能想象该怎么管理这种幻想动物园吗 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双子塔 在1998年到2004年 那时候双子塔还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 建造双子塔的成本约为16亿美金 而16亿美金中 有很大一部分都用在该建物上那32,000个窗户 每座塔和3000万只大型五尾熊 或450万只巨型太平洋章鱼一样重 这样总共有将近8000万只角呢 不过有谁会想要算呢 美国西雅图的太空真塔 这个地标早已成为该城市的标志 虽然它看起来优雅又有点脆弱 但这座观测塔能承受强烈风暴 和规模9.0的地震 另外该建筑还有25只避雷针 太空真塔的重量 约等同于19000只雄性驼鹿 或者是48000只成年小马 该塔的高度也和60头科摩多巨蜥一样高 而它们可是地球上最大的蜥蜴呢 好了 为了不让巨蜥再靠过来 今天就到这里吧 嘿 如果你觉得今天学到了新知识 请给影片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 这里是我觉得你会喜欢的其他影片 你只需要点击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并持续保持量生活